今天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華益鴻蒙系統方面的最新消息 華益一直在智力開發與自己的操作系統 這期間已經有幾年時間 而現在華益終於迎來了鴻蒙2.0最終版本的最後一步 鴻蒙系統2.0 Beta 3現役測試中 作為最後的收尾,遲遲更新似乎沒有新功能加入 但它進行了一些優化,系統得到了增強 預計很快或在4月份的某一天內推出正式版本的鴻蒙2.0 屆時Mate X2折疊手機Mate 40 P40系列將逐漸迎來推送更新 其他的更多華益設備在後續也會迎來推送升級 至於華益P50系列產品 它將是首批出廠預裝鴻蒙系統的設備 雖然大家很關心P50系列核實發布 但當前洩露消息中並沒有具體指出是在4月份還是5月份 後期請留意最新的華為動態 此外現在也有華為新的平板洩露消息 其中也更證實了鴻蒙系統很快降臨 在認證的網站上發現新的華為平板即將推出 它有對5G網絡支持 而支持鴻蒙系統在圖像中的證書備註即可發現 該平板也同樣為發布前預裝好了鴻蒙系統 同時Mate Pro 2平板發布將與P50系列一同兩項 鴻蒙系統預計很快到來 通過此次正式推出,華為鴻蒙系統將正式開始於 蘋果iOS和谷歌安卓系統形成三組頂利趨勢 並開始發起競爭 依照華為軟件部總裁王成錄的說法 今年可升級鴻蒙系統的設備用戶 保守目標是3億甚至更多 鴻蒙系統開放各個平臺 終極目標是萬物互聯,構建超級中端 看得出來華為在推出新系統方面有著很大的信心 回到鴻蒙系統本身,最值得看點 仍然是鴻蒙系統速度比安卓快了60% 據了解,華為擁有自己的系統底層文件 以及超級文件系統和方舟編譯器 這可對用蟲和內蟲可進行有效動態調節 在方舟編譯器的加持下 鴻蒙系統操作流暢度提升了20% 但是系統響應性能提升了40% 但就關於鴻蒙系統與安卓之間的區別 很多人仍然存在疑惑 其根據當前被放出的鴻蒙系統測試板 與安卓系統的界面對比 包括通知中心、設置後台等 二者幾乎相似度達到了90%以上 這不得不讓人們認為這就是安卓系統的套殼 而華為方面很快回應 鴻蒙S不是安卓和LS的口碑 它是面向未來的一個全景操作系統 未來的智能生活不僅侷限在智能手機上 而是發展到各個平台中 因當前智能手錶、電視、車機的應用是非常少的 正是這樣鴻蒙系統可實現跨中端無縫體驗 它的生態開源是安卓與蘋果最大的不同 而華為帳號還放出圖像 證明了鴻蒙系統與安卓和OS系統的主要不同特徵 如圖像中所見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謂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